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好像永远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无论我男朋友送我什么 他永远感觉到心里不平衡 好像家里买任何东西都要有他的一份 我和我男朋友去哪 他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俩分开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 每当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男朋友永远都不站在我的这边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生活了 在他们情感生活当中的那个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影响又有多大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孩26岁来自大庆 石油工人女嘉宾小孩23岁 同样来自大庆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谈恋爱多久了 三年了 是他比较少接受我们两个人认识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 我们俩感情挺好 就是有他二姐 一听到我说他是比较少接受认识的 他二姐就非常的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比较少接受认识的 他让你不喜欢我 不是说我二姐不喜欢你 我比较少天天市就是一个不顾家的人 下个班之后就出去跟朋友喝呀 疯啊闹啊 所以说他就以为你和他是一样的人 他没说不喜欢你 那我认为你比较少是挺好的人呢 我实习的时候他就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我 没像你二姐说的那样 但说了我和你比较少认识 就一定像比较少那样吗 我跟我二姐解释过吧 你不是那样是吗 你说他听吗 像我第一次上你家 一进你家屋门 你就开始去玩游戏 然后我看你父母在那会儿做饭 我就去帮忙 然后你父母说 不用那个厨房小 你去客厅看电视吧 我想那我就去呗 结果他二姐一进屋门 看见我在那客厅看电视 就上来说 你没看着老人家给你做饭吗 我说我去问了 说不用啊 然后他二姐就说 以后老人老了之后 不让你养老 不让你送手 你也不管了吗 我没感觉有什么错呀 然后他二姐就那么说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那我二姐是心疼我爸妈 那你第一次上我家门 是我没照顾到你 那你看厨房都干啥活 你就干嘛 那我去了 你爸妈说不用啊 而且我第一次上你家 我在家 我父母都没这么说过我 他凭什么那么说我呀 而且第一次当你父母面 就那么说我 好好好 两个先不要那么吵 你们这恋爱有三年多是吧 对 三年多打算结婚吗 打算结婚了 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他家里人所有人都同意 只有他二姐一个人反对 认为我配不上他 不是 是有原因的 你家为啥要彩礼钱 谁家不要彩礼钱 我朋友他们家 都要十万二十万的 我就要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多吗 他家还在彩下去 就给一万块钱 而且你这是娶媳妇 你以为是想买菜呢 还在砍价呢 什么叫市场买菜呀 那感情之间 能用金钱衡量吗 那我要的也不多呀 是不多 当时我们钱不全都买房子吗 那我怎么没看着你 那我爸妈退休 全都是退休期 把所有的积蓄过来 拿过来给我办首付 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可惜的不是钱的事 是你二姐 到处说 对我要 因为这一万块钱 把他家都逼死了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总之二姐在这个 彩礼这个事情上 他也是不太认同你的 是吧 对 那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俩 怎么回事 他们家最可笑的 你知道怎么的吗 最后那个他就妥协了 我说那个 我给你万块钱 行不行 他说可以 然后咱们把那个婚礼 先办了吧 办完酒席之后 我说咱登记呗 行不行 你先办个婚礼 对 然后说他妈告诉我 说他家户口本丢了 然后到现在我才知道 说故意迟迟不过登记 婚礼都办完了 现在还没过登记 人家干嘛不跟你登记 人家不能跟你婚礼了吗 因为他二姐 他二姐之前 我不说一万块钱 他不说一万吗 然后一听说 一万块钱 他二姐也不想给 一听说我有两万块钱 他就过来说 那你不是要我彩礼吗 那你就把你两万块钱 先拿给你父母吧 然后你召集嫁过来的话 你就嫁吧 就那么说 那你说我听了 能不生气吗 不是 然后当时我都不想结婚了 我就说 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说那个我不结婚了 我父母说不行 这样是你说 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 不结婚也面上过不去 就结婚了 等于现在你们办了 九席没领结婚证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你们办完九席以后 住在一起了吗 他有个房子 比较大 我的房子比较小 然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大房子 进装修了一下 住到大房子里去了 后来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们就搬到 我是小房子 因为离我小房子比较近 结果她二姐 这一听说 大房子空出来 就找各式各样的理由 说要搬到 我们大房子里住去 她自己有房子 为什么不住啊 不是 我从小就这么一个二姐 那咱俩那房子空出来 那就让我二姐去住呗 姐弟情深嘛 住就住呗 我也让她住了 然后那天一回 就进屋一看 我都不认识 这是我的房子了 什么东西都给我改变了 那我喜欢那玉冠 然后花那么多钱买了 最后换上李玉了 那墙壁子换成粉红色了 那你这二姐做的不好 这事 什么都给改了 而且也没告诉我 也没告诉她 这事跟她也有关系 那房子里 房子里 房子里 写着是我的名 当时为啥 你说你不给我登记啊 那我亲二姐 你说我咋说 从小我俩关系都特别好 明白 那你关系好 那她也应该说一声 没告诉我 也没告诉你 她刚刚当上这家女主人嘛 而且她这样 唯唯诺诺诺 就是不站在我这边说话 站在她二姐那边 始终向着她二姐 那你说我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我生病的时候 我需不需要一个人挨慰我 那我大过年的时候生病了 大姐姐 然后她呢 都不过来来陪我 过年我生病都不来陪我 她不来陪 不是不是 我告诉你主人怎么回事 我大姐从那个北京回来 第二天就要赶飞机 一年就回了这一次 是不是 那我们全家人聚会 她就赶那天得病了 然后等完病之后 到十点 然后我就上她那去看她了 这就挑我理了 那十点了 我一个生病病人饿都十点 然后一个人打电笛 人家谁家不都有人拍 第二年就赶飞机了 十年连个电话都没打 连问都没问一下 那她不来也行 中间她父母也生病了 然后她二姐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你说开个茶馆 挺闲的 然后不照顾父母 送到我这来 你说我白天上班 晚上呢还得打针 根本没时间照顾父母 然后她二姐打电话说 你不知道照顾父母 去你到家有什么用啊 给我又一顿说 不是不是 我二姐不是那意思 我二姐那意思说 以后她要是不在我父母身边 我父母正好是病了 看看你能不能好好照顾照顾 如果我要是没生病的话 我是不是会好好照顾你父母 会不会给你父母做饭 我就认为你二姐再挑我 就想把她别分手了 现在更可惜的就是 给她介绍对象 你去看了吗 我应付二姐 我看你 就问你去看了没有 我去看了 你还看了 但我从来没跟她联系过 怎么没联系呢 那天晚上你在这儿 会鬼鬼随着打电话 是干什么 我不想做二姐的吗 那你应付你二姐 永远是这样的 应付他二姐 为了他二姐 什么都可以放弃 所以我就必须要跟他分手 我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想和你挽回 咱俩之间的感情 你说你这么跟我吵 干什么呀 所以我就说要跟你分手吗 你是想挽回是吧 对 你觉得你有什么 做得不当的地方吗 我承认 我可能是有一丁点的小毛病 一丁点的小毛病 你好多事做的都有问题 今天本来要请二姐来 种种原因没请来 但是二姐有一段电话采访 放给大家听一听 来 您对您弟弟这个女朋友 印象怎么样呢 非常不好 从第一眼看上 就不太喜欢她 因为说很多原因 她在我家什么也不会干 我父母有病了 她也不管 饭也不会做 在家里什么也不干 就只要吃 你说这样的儿媳妇 就是将来就是 真的她俩走到一起 结婚那天 能把我父母发心 发到她俩是个钱吗 难道还要我父母 那么大就是照顾她俩吗 分手最好了 快点分手 我弟弟那人 是个挺好的小孩 人特别善良 你知道吗 我就希望我弟弟 找一个对她强 我也可以给她介绍 你看她 二姐现在还说 要给她介绍对象 她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到现在为止 也弄不明白 二姐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这好像像一个谜一样 看看老师们怎么看待 这组问题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为什么二姐会这么不喜欢 这个女孩 女孩 你嘴巴太碎到了 总是在以吵架的方式 跟别人说话的话 二姐会认为 你是一个特别刁蛮的人 对于男方来讲 你根本不懂得 在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如何平息问题 拱火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但是平息你完全不懂的 我就想问你第一个 你觉得二姐住到你们家 把你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拆了 做得对还是不对 这件事是什么 的确是我二姐做得不对 那这件事情 你有去跟二姐说过吗 那我亲二姐 不 说了 他亲二姐 亲人也有做得不对的时候 你说了还是没说 没说 当你老婆在生病 你父母在生病的时候 那你觉得是应该 你来照顾他们三个 还是该由你生病的妻子来照顾 我妻子照顾 一个生病的妻子 要去照顾你生病的父母 而作为一个健壮的男人 你却不去照顾 我也上班赚钱 他也上班赚钱 我二姐告我 就是儿媳妇就得 你不要告你 二姐告你 你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你该不该做 我二姐的意思就是 看他我爸妈病了 看他能不能孝顺孝顺 是这个意思 二姐的话我们先不管 至少用你的角度来讲 你认为我可以不用照顾 因为这些都是 该由我妻子来做的事情 丈夫跟妻子 是共同享有家庭 劳务事情的 家里边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应该夫妻双方 共同来配合 妻子有病 做丈夫的 我应该主动承担 丈夫有病 妻子应该理应照顾 第二个 当妻子在外面 受到别人 诽谤 指责的时候 你应该 力所应当地保护她 但你没有 你反而在她身上 血上加霜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今天 应该思考的是 你应该怎么做 一个好丈夫 否则的话 这个女人 你留不住 下一个女人 你也得不到 听上去 都是二姐的不对 二姐办这些事 有点二 看了看二姐的资料 我觉得不是二姐二 是你二 大姐为什么 不管你的事呢 大姐在北京 大姐嫁得远 对吧 管不着 如果她在大庆的话 也管你 对吧 两个姐姐 都宠你这小弟弟吗 太不成熟了 但凡像家里出现问题 说妈妈 婆婆跟儿媳妇 干起来了 那儿子一定有问题 是吧 丈母娘跟自己女婿 看不顺眼了 女儿没做好工作 二姐跟你们这叫板 那一定是你有问题 你虽然26岁了 做的事也就是16岁做出的事 但是做的事很伤人 你女朋友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我听着都生气 怎么能这么没主见呢 房子给拆了 明知道二姐做的不对 连个不字都不敢说 一个没有是非的男人 一点都不可靠 不是让你出去出头 打架去 但对和错 要说 虽然有技巧的说 但是也得说 不能闷头 刚才你说那话多难听 我就想抽你 我要是娘家人的话 大姐好不容易就回来一天 你非敢这时候生病 生病是敢的吗 她故意的 完了以后 跟家人吃火锅去了 把自己女朋友 未婚妻啊 扔在医院里不管 冷冷清清 换你你乐意啊 你生病了 全家人都吃饭去了 不管你 你怎么那么不开眼呢 就瞧今天生病 你能受不了这口气啊 你能受不了 二姐也受不了 早打他们家去了 如果你受到同等待遇的话 对不对 都已经是未婚妻了 不管彩礼钱多少钱 吃了酒席了 对不对 还出去相亲 是你二姐魂呢 还是你好色呀 我被逼的 我被我二姐逼的 你被你二姐逼的 你二姐让你出去出轨 你也出轨啊 你二姐让你杀人放火 你也杀人放火呀 真是我二姐逼我的 我跟她感觉其实挺好 真的 跟姐姐的感情再好 都有事理分明 跟姐姐的感情再好 也不能做一些 背叛自己爱人的事 这都不是理由 任何一段外力 它之所以能够切入这段感情 它一定有能够切入的理由和缺口 一定说明这段感情 不那么牢靠 我认为它不是二 我也认为它不是不成熟 它有很大的问题 二姐是亲姐吧 是 从小感情很好吧 对 我不相信二姐 真的能这么对亲弟弟 这女人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问 你的父母对这个女生有意见吗 我母亲还挺认可的 你看 如果父母对她都没有太大的意见 说明这个女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为什么一个亲二姐 是希望自己弟弟幸福的二姐 在双方在当地摆过酒席之后 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 蓄意的破坏 还去介绍 所谓新的女朋友给你认识 前后的大概聊了几个 十个左右 我几乎敢断定你在你二姐面前 也同仇敌忾的说过她的不好 如果你二姐每一次在说她的时候 你表现出来的是一幅非常伤心为难的神似 跟二姐说 她其实挺好的 我不说委逆你二姐的意思 非要跟你二姐干起来 你说其实她挺好的 她还不错 谁没有点问题呢 弟弟已经跟她办了酒席了 我觉得这样对她确实有点不好 如果你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信你的二姐会这样介绍 十次让你去相亲 不可能 你的二姐也是为了你好 所以我认为你这个人很有问题 你自己对这段感情不是很有信心 同时你也认可你二姐的一些看法 认为她很有问题 所以才造成了你的二姐全权作主 才形成这样的一个闹剧 十次啊 我不相信一个人如果不配合的状态下 他能完成十次的相亲 我不信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就在你们之间 我不认为你们有很爱 我也不认为这个男人对你很有信心 或者对这段感情的前景 有多么大的信心 甚至我认为 其实他今天来晚回 或者是之前跟你办酒席 他都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 你有点太急了 就这样 想想老师们说的话 重新审视和考虑一下 男生也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咱俩在一块三年多了 我觉得这期间我做的一些做法 也确实有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真是很懦弱 但我希望你能珍惜咱俩这三年来的感情 我真是很想挽回你 跟你一起走下去 我不会再让我二姐以后 掺和咱俩之后的生活了 我希望你能再相信我这一回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给我的成了太多了 不是这一次 你说过太多次了 除非你二姐能改变 但是我感觉你二姐不会改变 就像她刚才也说了 她还是一直认为我很不好 所以我咱俩没有办法在一起 好 请亮灯 还有一次帮助的机会谁要 你还是你 谁要 你们俩谁要 三种方式A 求助现场的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一个神秘的声音可能会帮到你 C 求助爱情导师请你选择 选择B 选择B B确实有一段声音 是他相过亲的人还是什么人呢 我们来听一下 好 这么多年和我儿子在一起 对我儿子的好 阿姨都记在心里 年二姐也是对他弟弟好 对你所做的阿姨也都看着眼里 年二姐也不容易 回头我多说说他 你尽量多担待点 好 阿姨希望你和小浩 不要为这些琐事再吵了 希望你和小浩以后好好过日子 你是阿姨心中唯一硬定的儿媳妇 妈妈出来说话了 即使妈妈这么出来说话 自己也得想清楚 所以说你啊 真是二姐的事吗 你想想老师的话 你也想想老师的话 两位请交换箱子 请交换 别出来让她重新追一会 回去 来 请关门 看起来是有一个二姐 横跟在两人的情感中间 实际问题还出在他们自己本身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请开门 哎呦 姑娘你想清楚了吗 你真的想清楚了 你一点都不兴起去看她是吧 还站在那是吧 来 姑娘站中间的 女生 你都把这给她了 你干嘛也出来 这是你送给我的定情礼物 我还给你 还了你还出来 哪怕你让她在现实生活里 再追你一段 你真傻呀你 哎 那十个乡亲 里面有好看的吗 啊 好了好 我保证 只要你愿意结婚 我就把房子 过户到你名下 这样 你就是房子 真正的主人了 你再也不用受委屈了 你也信呐 我并不是因为 她说房子的问题 那你以为什么呢 我是主要是因为 她最后 她母亲那段话 你以为她母亲 做得了她的主吗 她母亲一直就认可你 这所有的事情 不照样就发生了 气死我了 这三年该忍的你 还是她妈妈没帮你呀 她妈妈该说二姐早说了 该管能管住早管了 这跟二姐真没关系 是她自己没有办法 承担做男人的样子 行了 都别做二姐了 来 站在这儿来 小伙子 感谢不弄 抱龙眼睛 为牵手成功的嘉宾 提供的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情侣 将会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开始 停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 何来盼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 对 前正妹妹慢点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庄严时刻 好好 我以后一定会背起一个做男人的责任 我不会再听从二姐的一些话语 我以后的人生就只有你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好好 我希望你嫁给我 回去之后咱俩就登记 亲一个吧 亲一个吧 你不跟二姐说点啥 二姐 你别管我了 媳妇骗回去了又乐了 我问你一句啊 你媳妇也生病了 你爸妈也生病了 怎么办 我管我媳妇 我管我媳妇 爸妈跟媳妇预期缓 我说句实话 我倒替这姑娘放心了 不是这小子啊 诚心花心 确实这小子笨 好好回去过日子去吧 去吧 谢谢廷队老师 谢谢阿姨 她是真笨的 这问题问得太好了 你好哈 对 是 1987 谢谢大家